第164集 我儿子如果有事 你就等死吧 萧泽阳愤怒地说 看来你是不把你老子的身体放在眼里了 你老子的命是我救的 我随时都可以收回来 叶好轩冷笑道 你敢 你来京城一下试试 萧泽阳怒道 放了我儿子 我可以考虑留你全尸 你都要杀我了 我为什么要放了你儿子 叶好轩平静道 我告诉你 我有一千种方法让你的儿子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你要不要试试 你 萧泽阳没话说了 他毫不怀疑叶好轩说的话是真的 他顶了顶神 你到底想怎么样 让你的儿子滚出清源 并且保证你萧家永远不来招惹我的女人 父子的话 我让你们后悔 叶好轩冷冷地道 我们萧家什么时候怕我威胁了 叶好轩一脚踩在萧文杰的小腹上 萧文杰一声惨叫 儿子 儿子 我下一脚就可以踩到他的命根子上 你信不信我可以把他的两颗蛋蛋踏成浆糊 叶好轩威胁道 你 好 我答应你 萧泽阳咬牙切齿地说 现在 向我的女人道歉 并说自己是王八蛋 叶好轩打开了手机的免提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不可能向那个卑贱的女人道歉 萧泽阳打 萧文杰一声惨叫 两眼有些翻白 这一次是萧海妹穿着十公分的高跟鞋一脚 踩在了萧文杰的裤裆里 我道歉 我道歉 萧泽阳屈辱地低头 对不起 我是王八蛋 大声点 老娘没听到 萧海妹冷笑道 对不起 我是王八蛋 在京城的某个宴会上 萧泽阳拿着手机歇斯底里地吼着 宴会上全是些有身份的人 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萧泽阳 片刻后 安静的会场上爆发出了一声哄响 萧泽阳有种跳楼的冲动 他关心儿子的安危 忘却了自己现在正在重要的场合 这还差不多 滚吧 叶好轩把手机往萧泽阳的身上一丢 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萧泽阳夹着双腿 伸一脚浅一脚地溜了出去 解气不 叶好轩笑道 解气 萧海妹显得非常的兴奋 他猛地把叶好轩推倒在沙发上 骑跨了上去 一间 幽静的咖啡馆里 东方红和叶好轩面对面的坐着 说吧 有什么事 对于今天 东方红突然约自己出来谈事情 叶好轩也感觉到挺诧异的 自己跟东方大哨是死对的 有好几次这祸都被自己整得像是死狗一样 如果说他是来和谈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是想和你来谈一笔生意的 东方红淡淡地说 说实在的 他恨不得把叶好轩一把掐死 但是现在却不能不忍着 我跟你好像没有生意好谈吧 还有 谈事情就谈事情 大家约个敞亮一点的地方不行吗 在这里倒有些像约会的格调 我可不是激劳 叶好轩有些无语地饮了一口咖啡 说实在的 他不太喜欢咖啡店里的暗色格调 我也不是 东方红怒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 叶好轩淡淡地说 美颜国际的股份 我想买来一些 那你找错人了 你应该去找林大少 这我可做不了主 叶好轩怂怂肩膀说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你是里面最大的股东 幕后真正的老板 就算我是 我为什么要卖给你股份 等着你慢慢地大权在握 然后再一脚把我踢出公司 叶好轩不屑地冷笑道 我是在找你交代 不是在找你商量 你要清楚 在清源并不是林建业一人独大 东方红冷笑道 那又怎么样 你凭什么让我把股份卖给你 就凭你东方红有一个好爹 叶好轩同样冷笑道 我出的价格公道 不会让你吃亏 那款化妆品的火爆程度 你也知道 这些股份现在已经是填价 你出的钱 绝对不可能公道 说实话吧 是不是肖家那小子托你来的 叶好轩淡淡地说 不错 是他托我来的 东方红干脆地承认了 这件事情的确是肖文杰托他来的 他跟肖文杰关系不错 况且京城肖家 虽然在京城里算是三流世家 但是拿到清源来说 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 这件事情没有余力 你不听听有什么好处 就这样拒绝了 东方红放下手中的茶杯 哦 那好 那你说说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叶好轩颇有几分兴趣地说 如果你同意了 我们以后就是合作关系 以前我们的恩怨 一笔勾销 我可以不再找你的麻烦 叶好轩突然笑了 他笑得直喘不过气来 你笑什么 东方红怒道 东方大少 你的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点吧 你找我麻烦 好像每次都是你吃亏吧 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麻烦 叶好轩 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你不过是一个草根 那又怎么样 我承认我是一个草根 跟你有一个市长老爸的东方大少没得比 但是我一个草根 每次都可以把你整得像是死狗一样 我说过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老子 你东方红连屁都算不上 叶好轩冷笑道 叶好轩 我在很心平气和地和你谈 你不要太嚣张了 东方红愤怒地说 叶好轩的这句话 触到了他的痛处 从他认识叶好轩以后 就从来没有在他手里占过便宜 这让他一个官二代 衙内 情何以堪 我也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你回去告诉萧文杰 不要以为京城来的身份就超然 如果我愿意 分分钟吻死他 叶好轩说着转身离开 叶好轩 你会后悔的 东方红大叫道 叶好轩摇摇头 根本没有把东方红的话放在心里 东方红不过就是一个 仗着他老子的身份 胡作非为的 顽固二代 自己没有必要怕他 中医院里 唐兵看了看时间 已经差不多快到下班了 那个花心的混蛋说今天要来接自己 想起叶好轩 唐兵的嘴角弯起了一抹糊涂 那副冷艳的表情就像是冰山融化了一样 让对面和他一起坐着那男医生看的口水 都要流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贵妇领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走了进来 那女孩顶多也就十五岁 但是穿的衣着暴露 那件牛仔短裤几乎露出了里面的小内裂 一件小背心几乎把他大半个山峰都露了出来 而且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看起来要多狂野就有多狂野 她的脸上戴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样子 不情愿地跟在贵妇的身后 医生 帮我女儿看看怎么回事 贵妇领着女孩走到唐兵的跟前 哪里不舒服 唐兵搭上了女孩的脉 习惯性地问 呕吐 胃里像顶着东西一样 难受 女孩没好气地说 吃饭怎么样 正常 女孩犹豫了一下 没敢把话说完 唐兵一搭她的脉 马上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皱眉瞟了一眼 女孩问 多大了 十五 你是她妈妈 唐兵看了贵妇一眼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我女儿不舒服 你问我干什么 有你这样做医生的吗 女人歼声歼气地说 到了她这个年纪 就算是披金带银 也赶不上唐兵五分之一的气质 所以她心里有些嫉妒 如果你不是她的亲人 最好叫她的监护人来 如果是她母亲 那恭喜你 你要做外婆了 唐兵收回手认真地说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女儿才十五岁 女人一争 马上尖叫道 妈 她在胡说 女儿也激动了 女儿也激动了 如果不放心 可以到西医科检查一下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喜脉 人会出错 但一气骗不了人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女儿一个姑娘家 怎么可能怀孕 你医术不行 不要乱说 女人一嗓子 后来很多的人围观 就是 妈 她换我生育 我们去投诉她去 女儿也连忙 不时时机地说 投诉电话在那边 不过 我奉劝你们一句 按照外相来说 至少有两个月了 如果不想要的话 趁早做掉 还有 根据迹象 有可能是公外运 唐冰向一边的 投诉电话一指 你还说 你这个贱人 向我女儿道歉 不然的话 我让你滚出医院 女人坚声叫道 我这是为你们好 这么年轻 就出现公外运 如果处理不当 她这一辈子就毁了 不管你们要不要 趁早下结论 唐冰皱眉倒 贱人 你再骂一句 信不信我 把你的嘴巴给封上 叶浩轩的声音 冷冷地传了过来 我舅妈 你是哪里来的 敢管老娘的闲事 你哪个单位的 信不信老娘 让你马上卷铺盖走人 女人转声骂道 你老公很厉害 叶浩轩像看傻逼 一样地看他一眼 那当然 我老公是局长 你谁呀 我女儿还是个姑娘 这个女人说她怀孕了 这不坏我女儿轻育吗 女人尖叫道 她就怀孕了 叶浩轩皱眉道 你也是当妈的人 你女儿这些天的反常 你不知道吗 你放屁 你们这代狗男女 贵妇大叫 其实女儿的情况 她心里清楚 只不过不好当面承认罢了 所以她在这里撒泼泄愤 你女儿的宫外孕还不算问题 你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叶浩轩打断了她的话 老娘的身体好得很 你再阻振我一句试试 贵妇大骂 我也是医生 要不我说下情况你看看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滴热 腹泻 而且 你的黄胆严重 就算是你擦再多的粉 我也能看出来 女人吃了一惊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她开始有些相信 叶浩轩的话了 但是还是忍不住骂她 是又怎么样 这些小毛病 老娘能扛过去 你这是属于肝癌的早期 如果到玄湖区找我 可以治疗 如果你不相信 就当我没有说过 叶浩轩边说 边拉着唐冰的手 一起离开 这是叶神医啊 是叶神医 哪个叶神医啊 当然是玄湖区 那个能起死回生的叶神医啊 还有哪个 啊 我要去找她帮我看病 围观的人们 这才有人认出叶浩轩来 一窝蜂似的跑了出去 可是 叶浩轩和唐冰早已经失去了踪影 贵妇的脸色惨白 她被震惊在当场 一言不发 那个女人真的有肝癌 走在路上 唐冰好奇地问道 我不会拿她的身体开玩笑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现在找我 我能让她痊愈 跟正常人一样 如果晚期 我只能保她五到八年的命 癌症你都能治好 你去申请诺贝尔医学奖得了 唐冰笑道 我对那个东西不感兴趣 况且老外似乎是 对我们中医并不相信 总有一天 我要让他们哭着喊着 让我去领那个奖 叶浩轩笑嘻嘻地说 走吧 今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唐冰打开了车门 去哪里呢 叶浩轩坐到驾驶时长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一些地方的人需要帮助 唐冰淡淡地说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开动了汽车 清源郊区 在一个工地的外围 是来城市打工的 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的地方 叶浩轩一下车 就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 只见眼前密密麻麻地搭着帐篷 里面住的是一些捡垃圾的老人 或者是文化不高 下苦力拿着微薄工资 养家糊口的工人 又或者是家庭贫困 在清源根本找不到落脚地的人 这是 什么地方 惊讶之余 叶浩轩有些诧异的问 这些人是一些贫困的人 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 在城市里没有立足之地 只能住在这个地方 我和一些其他医生同事们 每个月都要来这里一人一次 他们看不起病 我们拿些免费的药品发给他们 叶浩轩点点头 没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唐冰 心里竟然还有这么善良的一面 唐冰 你总算来了 哟 还带了家属 在这棚户区的前面 已经有几个年轻人在等了 看他们手中拿着大大小小的医药箱和药品 叶浩轩清楚 他们就是和唐冰一样的爱心人士 三男四女总共有七人 介绍一下 这几位是我认识的 自主发起爱心医疗团队的成员 队长 长伦 这是珠宝 古新杰 这几位美女是应灵 祖岳明 宋雪 官吏 唐冰对叶浩轩一一做了介绍 叶浩轩一一点头微笑 大家好 各位能有这份爱心 我很欣赏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加入你们 当然可以 我代表大家欢迎你 长伦笑着伸出手 你也是医生吗 管理问道 我是一名中医 也懂一点西医 叶浩轩小道 那好啊 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医院的医生 不知道你在哪里高就呢 宋雪问 我自己开了家诊所 厉害 这么年轻就做院长了 几个女孩子焦笑 唐冰 这是你男朋友吧 祖岳明羡慕地问 他长得可真帅 不过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 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吧 叶浩轩小道 不 你这么帅的脸 怎么可能是大众脸呢 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你 祖明月思索道 月月 嘿嘿 我长得不帅吗 古新杰臭屁地说 滚一边去 比唐冰男朋友差远了 祖明月称道 嘿嘿嘿 你们两个天天打情骂俏 有奸情啊 一定有奸情 大家轰得一声笑了 叶浩轩暗自点头 看着这几位这么和睦 他相信这几个人 一定是真正的爱心人士 不图名利和利益的那种 真真正正地做好事的 唐冰 说到底你还没说句话呀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如果不是 我就不客气了 官吏的性格是属于 风风火火的那种 他直冲着唐冰吼了一声 然后做事要扑上去 是 当然是了 你敢 唐冰称道 哈哈哈哈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浩轩 叶浩轩 众人的笑声戛然而止 祖明月惊呼道 我怎么说看你这么眼熟 原来你就是叶浩轩 那个能起死回生的神医 哇 几个女孩一阵抗肠的尖叫 仿佛是谁 把她们叉叉嗷嗷了一般 众人的温轩 众人的温轩 众人的温轩